您给推荐 我给你推荐那个养 风嘎的汤 你不刺恼啊 养生嘎的汤 你吓我一跳 我以为您都风嘎的了 养生嘎的汤好啊 来一碗 来一碗三鲜的吧 来一碗 不是你这什么套路啊这是啊 我这喝汤呢 不是这这有啥套路啊 挺好的 不是说养生怎么又三鲜 你是用个大碗的用小碗的 大爷那您看呢 我看你这挺着 你来个大碗的 吃不了 来个小碗的 吃不饱 这事咋办呢 好的 听我的 那个先生 你这样 我用大碗给你装一小碗量的嘎的汤怎么样 你们这都说的啥话呀 用大碗装一小碗嘎的汤的量 太好了 就要费 太好了 不是小伙子你这什么呢 你直接要个小碗的不就完了吗 不是这不大碗量的快吗 没错没错没错 先生说的对 大碗量的快 我给你做个汤 得了得了 得了得了 不是小伙子就你一天到晚出门就这么说话 你出门你们家大人放心吗 哎呀 这今天不就是出来找大人来的吗 二月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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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舅舅236384 妈呀你在坎上啊 你们家把坎提前了 几岁是坎啊 73 73 你还有十年呢 你嫌慢呢还要 不是不是 大爷误会了 那个大爷 您这个身体咋样啊 能吃能喝 啥活都能干 赶赶 行 还能动会 我妈这算是下辈子有着落了 在家里还上几口 你别愣一惊一乍 行不行 你这什么宝贝了这是 我不跟您聊会儿天吗 由你这么聊天 三鲜嘎的汤来喽 来用大碗装的小碗的量 先生请品尝 这大爷服态度真好 那个老板咱在有辣椒油不 辣椒油都看着你了 您别光看着我呀 倒 他给倒油 辣椒油 来倒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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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了 我牛你这么说话是吗倒倒不是大爷您这倒多了您怎么能怨我呢您说这什么玩意儿辣椒油泡面嘎的你这咋吃你这这不行了您让我给退了吧 小伙子我发现你有点成心你知道吗 不是你是故意的 不是这脾气怎么这么大呢 我这脾气就大我发脾气你还没看着呢 哎哎哎哎那什么那个那个小伙子 对我们老板今天心情不太好啊没关系我把这碗嘎嘎汤给您退了我重新再给您做一碗怎么样 嘿 这大爷这是好脾气呀不行我脾气也不太好啊我这不是小本经营吗开个店呢顾客就是上帝呀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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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effectively他肯定然是誰人和他聊得在一个chairs呢 不是 那个 好大爷 好大爷 大爷我跟您说 您放心吧 像您这样脾气好 觉悟高的太少了 我绝对不生气 我跟您说 这个坏脾气 是源于低智商 像咱们这个素质高 颜值高 智商高的三高患者 轻易绝对不生气 你说谁智商 我刚才发点脾气 不是你给气的吗 我怎么就智商低了呢 大爷我气不气 您要智商该低不也低吗 那跟我没关系 谁是 你这样 小伙说你智商低 你智商就低 关那 关说 你真是的 你什么小伙 我替我们老板 给你道个歉 没事没事 我把这干辣汤给您退了 好不好 重新给您做一碗 你等会 我今天必须为我这个智商 讨个说法 不是大爷我又没说您智商有问题 您非要讨个说法 必须的 那您这样 那我给您出个题考考您行不 出吧 你随便 那这样大爷 我给您出个这个算数题 考考您 考考我 还想顿顿你 这都是 行行行 那大爷那您请听题 出题 说大早上 你们家这店刚一开门 哗啦 来了一拨客人 这拨客人 要了三碗嘎的汤 又来一拨客人 要了五碗嘎的汤 又来了一拨客人 要了七碗嘎的汤 但是退了两碗 又来了一拨客人 要了五碗嘎的汤 又加了十碗 请问 三十二碗 来了几拨客人 来 我 就 四碗嘎的汤